大家好,继续说经济啊,说包子国的经济 土工包子国,包子这个人,那绝对是东方不败啊,绝对是一统江湖 目前国内是找不到特别好的途径去阻止他啊 基本上既没有人也没有途径啊 除非是有一天军队的人出现一个瓦格拉啊 否则的话不可能有别的途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经济上的途径,而且是在海外 这就是土工过去40多年形成的一个路径啊 咱也说要知识分子的话啊,叫路径依赖 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发财呢,是吧,加入世贸组织吧 加入世贸组织就要和两大国际经济的三大吧 三大,三大国际的经济的阵营团队有良好的合作 第一呢就是世界贸易论,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吧 这个你要明白,一定要有这个比较好的关系 第二就是与这个跨国性的经济内的,叫做什么 联合性的组织,叫做大名鼎鼎的世界经济论坛 也就是中国人更熟悉的叫做达沃斯是吧 达沃斯刚刚在天津开,夏季达沃斯每年都是在天津开的啊 你想想这个世界的经济论坛跟中国那是走得很近的 他跟中国的谁走得很近呢,他肯定不是跟包子走得很近 他是跟改开派走得很近,这是过去四十多年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时候形成的一个路径 你可以说的是依赖,所谓依赖就是你突然想摆脱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所以世界经济论坛这个东西啊,它把这个那些个国家啊 那些个经济控制的满死的,那第三个就是华尔街呗 金融大沃,华尔街啊,所以你会发现 西包子,政治,军事,外交,他可以随便断搞 但是经济这一块,他想搞出一个花样,那是不可能的 他没有这个本事,也不是说西包子没有这个本事 任何人来接中国的这个狗屎的摊子 都不可能拎皮吸睛,都不可能从头月啊 都不可能打倒重来,那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要遵守过去依然形成的经济增长的路径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三大要求条件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是世界贸易论,世界贸易组织 第二是世界经济论坛,是吧 施瓦布,达沃斯,这些东西很重要 第三就是美国的华尔街,云集了全球的投资家 你没这块,你没钱,你搞不定没资本,是吧 所以这个国内的改开派 现在是肯定是被西包子拍死了啊 都一个回家去抱孙子去了,没什么本事了 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残余的实力 这种残余的实力在国际上面还正在不断的释放出声音 正在不断的想办法给西包子添点麻烦 说不定哪天西包子就不行了 因为西包子它是个空架子 你任何一个国家,你如果经济不好 你其他地方扯得再凶,也是个扯淡的事情 它是个空架子,是吧 就像毛毛泽东当年吹到天上去的 你比经济不好,你没用 空架子,西包子也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我呢是真的是蛮相信啊 蛮相信王岐山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去美国的 因为华尔街这块,哎 你要知道就是王岐山一个人给撑着的 中国经济这么一个庞大的巨人 与美国华尔街之间的联系的纽带 就是王岐山,没有别的人选 你一定要记住 王岐山现在在美国的话那的确可以做很多事情 第二就是今天的达卧孙顿坛,是吧 哎,在天津召开,你就记得住了啊 改开派要要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时候 来防点声音的,要防点声音的啊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声音 也是想跟大家做下来谈一谈的啊 就是一个叫金克雨的这么一个小姑娘 他一番关于经济的讲话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讲话 代表着改开派通过海外 通过世界经济论坛 通过达卧孙论坛 所发出的最强大的声音是说给习近平听的 哎,他说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联合早报有报道啊 说这个金克雨说 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这是第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所谓刺激政策就是发钱呗 量化宽松呗,你还能有什么呢 是不是 说你现在没有资源了 没有东西你搞不定 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第二就是什么呢 未来几年 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增强 私营经济的信心 哎 要增强私营经济的信心 你私营经济现在已经没有信心了呀 谁有信心 谁有信心 谁是250 谁是傻蛋呢 所以有人就解释说这个金克雨是话里有话啊 中国的经济要想重新把信心 经济增长的信心给找回来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习近平下台 或者习近平狗屁 就这么两个办法 其实就一个办法是吧 但是现在北京 习近平关于经济这块 他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金克雨老师又说 北京 现在渴望是维持稳定 处理外部问题 是吧 在对待国内的深层次的改革上 并没有足够的动力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 习包子他的整个的团队 他的太监团队 经济是放在后面的后面 他现在主要是跟俄罗斯的关系 中俄之间的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 是吧 外交怎么与美国打仗 是吧 怎么台湾问题 搞这些个事情 怎么把这个 他的内部的这个军心 民心的收拢 维护细胞子的农意 我觉得讲的不错的 这是一个大概齐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也讲的蛮仔细的 我们也把它详细说点 说这个金可宇信息三在天津举行的 北京大沃斯论坛受访时指出 中国仍有足够的刺激经济的空间 问题是刺激规模必须非常大 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 中国曾经出的4万亿 旧时计划 防止经济陷入衰退 金可宇认为 与当时不同 中国政府如今受到限制 没有足够的资源出的 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刺激措施所产生的回报也远远不及当年 他说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才能产生一点点适度的影响 所以金可宇建议官方采取充分的行动 保持经济增长 这个所谓的行动是什么呢 你现在资源不够啊 是不是 你怎么翻翻呢 怎么实行经济增长呢 这的确是非常的考验人 至于具体的经济措施 中国不能仅靠更多的投资 基建拉动经济增长 必须要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的环境 更大的透明度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 目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私营企业盈利能力也很差 需求严重不足导致经济放缓 一部分主要是信息的问题 那是信息怎么来呢 是不是 你想想吧 今天中国的经济搞成这样 就是因为席包子上台的呀 当然的金可宇他不可能 把华说的这么露骨了 我们就干脆就简单做吧 就把华说出来 是不是 所以他说要进一步方释 进一步结构性的改革 移除经济中阻碍人员和 跨地区流动的扭曲 广泛的开放服务业 对清点失业的问题 他说这个要解除很多的服务 你的这个智这个行业的壁垒 说你现在搞稳定 处理外部问题 与经济增长是冲突的 这个话就是过去说了一万次的 一些一个所谓的什么话呢 一万次所谓的改开派说的话 以前李克强就有种说话的 为什么现在出现一个金科宇 在达沃斯论坛说这个话呢 是不是 你就要多分析一下 多想一想嘛 所以我上了一个来讲 中国经济过去形成的三大陆金依赖 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 一个是达沃斯论坛 就是所谓的世界经济论坛 还有一个是华尔街 这个金科宇是何许人也 你一定要记住啊 金科宇年轻人 82年生的中国经济学家 是英国留学的 现在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的副教授 这是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青年领袖 他的关键他有一个爹 他的爹呢是金黎群 金黎群呢 曾经做过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现在是亚洲经济设施 投资银行的行长 亚投行的行长 所以他们这些人 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40年以来形成的一个 一个政治势力 叫做所谓的这个改开派 是吧 所以这帮人他说这个话 就代表着我个人认为的 我刚才跟我的北京的几个经济学家朋友 我们也聊会儿天儿聊天儿 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金科宇此时此刻的讲话 基本上就代表了 中国的被吸包子拍死的一群所谓的改开派 向全世界释放的声音 也就是说 现在的改开派在中国国内通过政治的 通过军事的通过外交的 通过社会的种种途径是无法通过军事的 是无法挑战习近平的 但是唯一一个可以挑战习近平的就是经济 事实上 中国过去这些年 之所以变成了一个财大其出的土豪 也就是因为经济不一样了 习包子之所以全世界撸袖子 也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有钱 经济有实力 所以经济是本的 其他都是木啊 是吧 所以现在的改开派想流转中国的局面 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联合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论坛这帮这个全球精英 联合华尔街论坛的那些个金融大沃 联合世界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这一帮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则的这个创建者和规则的裁判者 然后呢向习近平施压让习近平试图回到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不要搞不要关门 不要这个开道车 是吧 因为你开到这开到最后你没钱了 你什么也不是 这是我今天从达沃斯论坛 从这个金科宇 从改开派的这些个过去所形成的一些个习惯性的路径依赖 几个不同的角度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啊 我刚才请教了我在北京的一帮有头有脸的啊 过去在英雄圈里玩的朋友 他们都基本上认可我的看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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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